许姐对这个网友说呀 我说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一定要在你的这场婚姻里边 你搞到这个房子 否则你光着屁股精神出户 你又得从零开始 然后呢你不管再择业 或者说再择 你都会面临着工作更辛苦 赚钱赚的更少 然后呢也只有更差的 比你这个蠢前夫还要差的这种男人呢 才会要你的这种状况 这就是马太效应 我说所以呢 你千万别再从零开始做五米之吹了 你本来你从你的原生家庭出来的时候 你就是在做五米之吹 然后你撞入这个择偶市场 结果你就撞入这么一个垃圾货色 穷掉丝还扣逼 还让你给他拉过赚钱呢 我说你不要再被你这个准前夫的 这个态度软化而蒙蔽了 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什么呢 就是房子和钱 你们俩的中心问题 婚姻所有的婚姻问题就是房子和钱 然后你又被他忽悠 我说你要知道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最需要就是房子和钱呢 哪怕他就是这个家暴你 你也不要动摇你要房要钱的这个决心 他家暴你你就报警了 对不对 我等你离婚以后 我那就是有房 同时又有他给你每月支付的这个赡养费 那你就可以不慌不忙的慢慢的啊 就做培训呢 慢慢的找着好点的工作 你不会说为了眼前的这个这个手头紧啊 你就不得不就一直在这种低水平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这种体力劳动力 你就一直做下去 你就这手停嘴就得停啊 这这这这这这种你说你怎么可能说你实现这个职业的这个转型呢 你你怎么转行呢 只有有房有钱比才能不慌不忙的慢慢的挑对象啊 专门挑这种能赚钱的对象 因为有房在手心里不慌啊 对吧 那缺姐啊就突然想起啊 缺姐以前读本科时候 读硕士缺姐没有住校啊 缺姐就当天去当天回就没有住校的 在读本科的时候呢 是我对常的一个湖南女生 她就是大肆啊 平凡的跟着同寝室的另外一个本地的女生出去啊 陪吃陪喝 就是饭局 各种饭局啊 那女生的社交面真广 她不知道她怎么从哪儿认识的 反正她就靠这个啊 找到了一个在外地 那个省就说了啊 就在外地有一个很好工作的这么一个展台型的这么一个男的 然后毕业后啊 她就大肆的时候寒假 寒假的时候她就拼命的减肥 拼命的这个做洋气做 蹦过梦在床上 然后晚上也不懂睡觉 也不懂吃饭 就拼命减肥嘛 就投奔人家去了 然后在这个寒假呢 就献身给人家啊 就被她破除了 反正这个大学四年我们仅是六个人 除了缺姐一个是厨女 其他全部是 然后呢 她就靠这个啊 她就陪吃陪口的人就认识这么一个男的 然后就毕业去投奔这个男的的所在的地方了 然后也不用找房子了是吧 对象也有了 工作也定向了 哈哈哈哈 就是人家人家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有脑子啊 人家就大四的时候疼 从来那就是大一大二三大三 从来没有都是像个小男孩似的 突然这个大四人家开笑了 哎呀你说缺姐这傻逼啊 毕业的时候啊就是又的是一个人跑到这个外地去找房子 孩子只看每天开报纸 买当地所有的报纸 找这种招聘广告 找工作 那时候没网络吗 没网络你找工作 你靠什么渠道 你还不认识人啊 你说你就只能找报纸吗 这些星期又得找房子又得找工作 你想想我我就住在这种啊 这种的长包旅馆里面 然后还有老鼠啊 居然晚上的时候从窗子跳进一大群老鼠 把缺姐买的这个点线啊 留着第二天做早点的 跳上桌子 还拖进缺姐的床底下吃 缺姐在床上吓的呀 就在文章里躲着 哎呦吓的不行啊 然后呢晚上的时候 还有这个就是当地的小混混 就隔壁房间的不知道干什么 猪姐旅馆来 哦还敲缺姐的门 小姐呀开门呢 你想想刚毕业的一个小姑娘的成什么样 然后第二天我就去那个服务台 去投诉了 投诉了应该是那两个男的就住 就住了一两天就走了 真的是 你说你想像你刚你刚二十岁出头 你又没有工作啊 你又没有房子 你就在这长包旅馆里 你还得找房子 哎呦就就这种找房子的 这个租房子的苦啊就别说了 找工作你就只能在报纸上 你说真的是这种苦就不想说了 真的不想不堪回首 然后你那种心理啊那种压力啊 那种精神压力 你大家去想象一下 你看我这个对床的这个女生 你看人家不堪不想 湖南人就是有心眼 人家有心眼多 通了一下子 房子工作还有对象全解决了 然后呢缺姐就是光着屁股 跑到社会上啊 从零开始 那缺姐又傻逼嘛 不会找对象吗 大学四年没找过对象 也不会找 也不知道怎么找 所有的男同学都跟缺姐混成了哥们 缺姐当时也是一个小男生一样的 真的缺姐都不知道 当时都不知道说你要通过饭局啊 陪吃陪喝 你能认识人 缺姐不知道这个 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选项 哎呀 然后找对象 连找对象的渠道都没有 你看你找对象 你靠什么找呢 你谁都不认识啊 谁也不认识你啊 当然呢 就这个同学 这个女同学 她找对象 找的都是那种 人家 就吃了饭 人家的买单 然后呢 她就去投奔人家的家乡 人家的定居店 人家的地方 她就这个千里迢迢 逃败人家 现在就要千里送逼吧 但是呢 人家一开始就处于这种权力高 这种权力关系的高位 人家一直居高率 哪怕是三十岁好像才跟她 才把她娶进来 才跟她领这儿 才跟她这个生孩子 但是这一直把她踩在脚底下 就一直把她看得很低价 就缺姐看到 在微博 看到她那个拍那个她老公 她老公就在阳台上那么 那么像条赖皮稿 是呢 这个打瞌睡 无睡 打瞌睡 这个对她爱大不利的 她叫她老公 她老公都爱大不利的 她还生个儿子 就一看你就对这种权力关系 你就知道了 就把她看得很见 这不就是一种野化吗 这种找对象的方式 是这种野化 那缺姐是吃过苦的 缺姐是吃过苦的 所以说才不肯说 让男人给缺姐苦吃 那缺姐不肯的 那缺姐想说什么呢 就是当你一定 当你手里有房 那时候你再找对象 你一出场就是关系里的 这种权力关系里的高位者 你有房 对方能赚钱 你们两个分工合作 才能够公平合理 对不对 我有房 你住我的房 你赚钱你给我拉磨 对不对 然后缺姐呢 就建议她 我说你再找对象 我说你一定要做好 这个婚权财产公正 让对方签下这个同意书 万一你俩离婚啊 这个男的他就不能分走你的房子 这女的你这一辈子 你混这一辈子 你最起码得有房 你没房 你就处处受制于人 你回娘家 娘家都看你不顺眼 你就是娘家的眼中钉 肉中刺 憨不得除之而后坏那种 如果说你离婚了 回娘家去 那这个娘家甩不掉的 这垃圾又回门了 我把这垃圾扔出去了 这垃圾怎么又回来了 不能忍受啊 这这本来你娘家就把你当垃圾 扫地出门的 然后呢 男人又把你啊 逛着屁股让你精神出户了 你可不可以就是没有房子 投屋骗马的 这么一个上家去啊 就是你千万别就就确切 就说所有的 不管原生家庭性和不性的 就是你们能够有房 尽量搞到房子 哪怕你从原生家庭能搞到 那你能搞到 那这就是你的运气 是吧 至少你家里有啊 或者说有多余的资源 有多余的房子给你啊 他才会给你啊 或者说呢 你你父母还不是太畜生 太垃圾 你闹一闹能闹得到 但是绝大多数啊 原生家庭真的糟糕的 一是没有多余的房子 就这么一套 另一个就是你你就自杀了 你父母也不眨一下眼睛 把这房子就松动了就给你 那你就别闹了是吧 你他妈你就就赶紧的 要想到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 你就别再靠着这个 垃圾畜生父母的他妈逼 他瞎几个生孩子啊 然后呢他又没有能力 给所有孩子都买房子 或者说他就偏心眼了 他就他妈出口上 他就中男性女 那你怎么办 你改变不了他 你只能说抛弃 妈的逼不是老娘拿着菜刀 逼着你俩操逼下孩子的啊 这个是你们资格是银剑 你们自己要瞎几个生 然后你又不能给每个孩子公平对待 然后呢 你让这种被亏待的孩子 活得这么艰难 他妈我能让你一晚 活得是特别舒心 怎么可能呢 你让我早年活得多艰难 我就让你晚年活得多痛苦 这叫缺解想法 所以说呢 这个缺解还是跟广大的女朋友说 房子对女人来说是太重要了 不要像缺解当年的呀 这疼的 找房子 一毕业找房子 你多痛苦啊 好不容易啊 自己靠着自己的这个工作经验 你才找到了大学里的有宿舍提供给你的 终于不再做流浪犬了 你知道在外面租房子 你一个年轻的女的有多痛苦吗 明明呢 就是你没惹任何人 周围的邻居想踩你一脚 房子都想拿捏一把 就因为看你是单独居的 无依无靠的女的 还年轻 这社会就这么残酷 人心就这么仇恶 确实一直在跟大家破出一个迷思 什么世界很美好 善良的人多 跟你说啊 当你落在难处的时候 你遇到的全是他妈 恶人 恶狗 小人 只要你自己跳出这个圈层 解决了你自己生存问题的时候 你的住房问题的时候 你才不会遇到这么多丑恶的嘴脸 这就人笑